最近有两位女明星真的是活出了大多数女人梦想中的样子,一个是郁姐范的创始人林青霞,一个是当今娱乐圈最有郁姐气质的张雨气,张雨气与丈夫感情不合,干脆利落的就离了婚,不过林青霞比她更果决,63岁了,发现老公出轨,也是毫不犹豫就离婚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,林青霞如今已经63岁了,很多人都是因为香港电影熟视林青霞,以为她是香港人,其实林青霞是台湾人,祖籍是山东来阳。 林青霞也是在台湾出道的,第一部电影作品是《窗外》,1984年开始,林青霞逐渐将自己的事业重心转到香港,之后就凭借《滚滚红尘》,成为了金马影后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年轻时的林青霞可是娱乐圈的一大传奇,金庸说她的美无人可敌,周润发也曾暗恋过她,刘德华则说,什么叫星光? 就是一堆人中你总是最先看到她,那她就是星光。 林青霞是有星光的人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1994年,林青霞退出了影坛,嫁给了香港著名的富商行李员,两人在旧金山举行了浪漫的婚礼,婚后两年,青霞就生下了第一个女儿,取名江行爱玲,这个名字也是包含了丈夫行李员对林青霞的爱意。 在2001年,林青霞又生下了女儿行言爱,用广州话说谐音就是仍然爱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还记得在林青霞的60岁生日时,丈夫还特意为她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60岁生日晚宴,当时梁朝伟及刘嘉玲,钟楚红,何超琼,邝美云等明星都来参加了这场盛会。 在两人这二十多年的婚姻中,丈夫行李员对于林青霞都是极其宠爱的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但是在前几天,却突然爆出了两人离婚的消息,而且这个消息还是一位圈内人士传出,当时是在一个较为私人聚会上,一位女星说道,她,林青霞,离婚了,还拿了二十个亿的分手费呢? 此话一出,在娱乐圈可是惊起了千层浪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,有媒体爆料是因为林青霞的丈夫出轨,在上海养了一个外事,才导致林青霞下定决心和丈夫离婚,其实早在2016年,就有两人婚变的消息传出,但是当时被林青霞给否认了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其实林青霞的感情之路并不顺利,林青霞40岁的时候嫁给了行李员,却屡屡被传出婚变的消息,年轻的时候,英系和秦翰结缘,当时的林青霞正在拍摄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,她是女主角,秦翰是男主角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在戏中两人自然是恋人,在戏外秦翰也对林青霞加以照顾,渐渐的两人就传出了绯闻,但是当时的秦翰已经有家世了,这样的感情是万万不会被世俗道德所容许的,所以这段绯闻除了给林青霞带来了诸多非意外,并没有让她感受到什么爱情的甜蜜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虽然现在婚遍的消息穿传得沸沸扬扬,但林青霞却一点也不在意,虽然有点美人耻目,但林青霞的气质却还是迷人优雅的。 30年前红遍大街小巷,金庸说她的美无人可敌,周润发暗恋过她,如今63岁离婚活出自我。 和某 Dead 黑人 。 这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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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